四十三刻 宗室宴 金灵台 波云渐日 汇丰合唱 灿金的日光透过棉白的云层缝隙飘落而下 如同一匹集 长的金色绸缎铺就在高松的白玉长街道上 流光溢彩 满目生辉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 怕是读书读傻了 什么凤凰台 这是金灵台 有几个身着长服的门法子弟 边爬台阶边观景谈天 那是为了避讳当今太后闺名 才改称金灵台 此凤妃比凤 当年奉命的可不止当今太后一人 那位西司城嫁过来的柔妃布 也是金凤命格 不要脑袋了吗 在这宗室宴上提什么皇家密室 这儿不是景色宜人吗 一时疏忽了 醒着神吧 接个据说罗刹亲王和那新妾夫可都赴宴呢 让人抓着你脚 蛇 我这样的无品小官才在这爬楼街呢 人家那么高的品街 怕是都做绸缎教年 走正门口 近期战事平稳安宁 还不都靠着罗刹镇守 倒是难得参加这种宴会 新 妾夫是那柔妃所出的双生子吗 倒是想见见 传说生了极美 其中一人停不喘口 气 这上千台阶也太累人了 每年都要爬一次 新婚燕耳的 以后参加宗室宴会也是常态了 哪能和咱这种光杆子比 咱就是凑数罢了 癞蛤蟆可别想见天鹅 留神让人家夫婿提刀劈两半 同行的士族 子弟加快了脚步 那感情好 无品变良品半 还赚了个能做教年 你等等我呀 爬得也太快了 蛤蟆撕条腿 就你蹦得慢 同行人打去他 惹得其他人都嘻嘻哈哈的快速 往前走 爱因刚爬了半段掌街 便听见附近有同行的门阀式家子们 在嬉闹交谈 也不慎在 亦 停住在一旁 扶着白玉栏杆向远处眺望 目光所及辽远开阔 心神顿觉自在飞扬 果然听歌的话准没错 坐降年走前门 定会好无趣 侧面长批高台 才真是风景如 话 三三靠着栏杆 眯眼享受阳光 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真是美妙 进门有人扶 出门便坐车 娇滴滴的多无趣 爱因偏头乐呵呵地 瞧着惬意 的三三 灌会赖皮 入王府以来 你往日哪天不是如此 三三要捏眼前玉仁的翘 笔却被玉仁灵巧地闪躲过去 乱说 本君可是端方雅正 何来娇气 爱因往前继续爬台阶 追着三三戏 闹 不娇气怎地这么慢 三三转身闪躲 哼哼 就要追上了 爱因暗自提气 往前一个跃步 主子 别跑太快了 当心在气喘 艳离不放心的 要快步跟在后面 不妨试 难得爱因欢喜 随后瞧着就行 蓝战随着育人意愿 一改往日惯 立 没有乘坐轿年快速入正门 而是一同陪她拾阶而上 移情观景 虽说什么金凤命格不可全信 可此处确实是当年双生子的母妃 未入宫前出刺检 到先皇的地方 只不过如今真的是凤去台空了 谢允在一旁三步一亭五步一顿的雨 蓝战并肩同行 就这点台阶 寻常人 爬起来可能累点 她和蓝战随意上下个百十来回那还不 势在虚余之间 线下走慢点 好让前面俩个心肝能多乐会儿 等入席了 怕就不能这 门闹腾了 后党一族向来盘根错节 没山于是这百年来 费尽心机 就为独占凤位 怎能容 得下当年阿英母妃 独占恩宠语路 蓝战瞧着阿英喜乐的眉眼 心里也略微欣慰欢喜 起来 你府里不也锁着一只眉山的金丝雀 时常就要伸爪子去抓你的心肝育人 而 谢允笑着 这情形或可比你柔妃入宫当年 后卫空玄 最为可能丰厚的便是尊 为贵妃的于世和圣宠入宫 便封似妃之一的北唐锦柔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 蓝战邪逆身旁的谢允 本王可是西花之人 当年那眉山娇花哭的那般梨花带雨 口口声声偏要嫁给 罗刹亲王 也没说哪一位 谢允甘笑 快步上前去追三三 这话题线下不说也 罢 私下再聊 回头别让莲藕精听见 再恼了他们 蓝战依旧漫不稳行 眸光一直锁定在玉仁的方向 长街是抖绵长 却也是练 气剑体的好去处 玉仁长街多跑跳 也不失为练气的一个妙法 玩闹钟就完成了他步 智得每日强体练气的功课 聪慧至极 恰巧让他一起 玉仁幼时就是精豆子一枚 还 似奶妈般娇软可人 偶有不顺便要呲牙咬他 这个方位能望见远山 阿英呼地转身 朝与自己还有一段 时间距离的蓝战罩 手 示意他快上来一起观赏 莫要踩空崴角了 蓝战飞身一跃 便轻巧落在阿英身侧 伸手将玉仁向里 侧扶稳 好 阿英冲蓝战笑笑 两人一同观山望景 四人走走停停 享受府外难得的清闲悠哉 在阿英刚踏上 长街顶端的秀金暗闻地毯时 便有蓝氏子弟 立刻躬身前来接应 蓝戈牢前我等 在此恭迎王爷们 与两位殿下入席 有劳了 阿英回礼 便同蓝战 三三一并从宴会厅正门进入 方才还一旁 的谢云 不知乎地闪到了何处 宗室宴 方飞殿 虽是高阁大殿般规模 可殿内诸欲连薄 风亭水泻 驱水流伤 却应有尽有 思 竹之声不绝于耳 可谓极尽雅致 阿英同三三一向爱静 选了个僻静处坐了下来 也让燕离不要拘束着 同他俩 一起观景谈天 雅是挺雅 可是都瞧着冷冰冰的 三三脱仨望着面前取水池子 随水飘来 得一道道精致菜肴 小蝉猫 宗室宴大多是门阀世家相互走动饮酒联络感情的 谁真的在这儿 大宝口福啊 阿英无奈 三三自从宴会开始一直做到现在 光望着取水里的菜肴 多着小嘴 竟一道都不想动筷子尝试 小殿下尝尝这个桃花和桃酥 若是喜欢 回去就学着做 燕离给三三碟子 加了块小点心 哄他好歹吃一口 别光饮酒伤了胃 这个瞧着还行 不太腻 阿英也给三三加了块栗子高 阿英在这种交际宴会上 倒是没那么挑 只是实在不爱这席上昏星 就加了几块 子笋丝 李怡兴的意思一下 方才兰湛一入店 就被小丝请去李店内叔父那一席 也不知在聊什么 一席的静 人有说有笑 还时不时地往往阿英处探看 阿英和三三就窝在一旁索性夺揽 装坐步 知也不想四处走动 敬酒联络宗室感情 望着面前曲水池里 各色菜肴转了一圈又一 圈 私下盘算着 等人少些 再去给叔父问安 黑小美人 要把取水池子盯出洞来吗 谢云突然闪过来 你来干嘛 三三咬着桃花酥 鼻尖闻着淡淡的桃花香气 才付菲过他谢眉 眉这个眉心肝的坑货 定是跑去别处逍遥自在了 当然是给你们弄好吃好喝的 谢云笑着 抬手示意一旁 婢女不善 算你有良心 三三用手肘撞了撞一旁的谢云 好说好说 谢云笑嘻嘻 借着桌椅的遮挡 摸了把小美人的掀腰 蓝湛呢 爱因低头喝了口茶 把烧鸭腿往三三面前推了推 示意她快长 长 那儿呢 谢云笑着用下巴点了典礼店内 怎地还在吗 爱因无奈地笑了笑 这事就等着她去敬茶呢 故意扣着蓝 站不让离开 表嫂可要想好 进去了可就算硬下了 谢云笑得荡漾 亲手帮三三包着 大虾 当初两人成婚 蓝湛司翼给送了嫡妻主君的爆铁礼丹 给阿英查看 被阿英改成 那妾夫行致 算是遵循了皇兄婚书上原本的情况 也对蓝氏更为安全稳妥 故而礼仪 尚就省掉了何锦九与长辈静查这些环节 眼下这情形 静查怕是躲不掉了 只是这妾夫未粉 阿英还不想变动 让她继续扣着呗 大不了她侄子以后跟自己过日子 三三把十叠里瞎人 都吃光了 眼神示意谢云继续包 不许偷懒 还是小美人辣心 蓝氏老头子 可遭不住你 做她直习夫 一天天的辣的土 火 谢云笑着摇头 小美人的性子 倒是挺和自家那老顽童祖父 就这辣心的言语 再配上胡好久 许是能大战三百回合 都不止 阿英接过艳离的帕子擦擦手 用过数口茶 将要起身往里垫走时 就被三三抓住 一脚 真要去吗 躲着也没什么 反正妾室也不上主席 三三劝阿英再思虑一 反 不碍事 本就该是晚辈敬老 应当应分的 这杯茶 本均应该敬 见兄长已有决断 三三便松开了一脚 不再拦着 阿英迈着稳步 静止往李殿内走去 凡事路过的席面 无一步发出一片惊叹之声 竟不知这是乃家府内的昆参 如此风采夺目 方才稍稍静下来的宴席 又开始沸腾 起来 瞧见眉 近的可是李殿阁老主席那桌 那桌有蓝室 有谢室 怎能知晓 是乃家府内的昆参 笨啊 没看见那腰间笛子上坠的玉佩吗 莲花卷云纹 是蓝室 莫非就是当年柔飞的双生子之一 那位冷宫殿下 须 嫁入王府 就没有什么冷宫义说了 故盼生辉四字都不能比拟 那位无品小官连连惊叹 不久前还在长街上 许愿想要一堵柔飞所淡亲子的芳容 现在得偿所愿后 敬叫人 惊得闭不上眼 何不拢 嘴 方非殿 李殿 阿英笑着抬手掀开珠帘 走进李殿 俯身给席间各位长者 恭身见礼 阿英见过蓝阁老 见过谢阁老 晚辈姗姗来迟 还望见谅 阿英低头见 礼 余光瞧见蓝战正目光浅全地望着他 哎哟 你看看 老朽说什么来着 你这执席夫 必是个孝顺之人 怎会躲避步 来 一位白胡子老者 乐呵呵地出声 哦 殿下有礼了 别人受不住如此大礼 蓝氏叔父扶了腐胡须 语气淡 淡 线下郑金威坐在主席一旁 紧邻着谢阁老 蓝氏叔父 虽与谢阁老是忘年之交 但也是十分养重这位前辈 方才谈笑兼还一 只夸赞阿英的聪慧与谋略 引得谢老频频大笑 也愚着说他怕是想当儿子宠 可是夸 虽夸 却总不见人进来 给他奉茶 线下好不容易等到这粉雕玉器的酒店下 愿意屈尊将 跪得来他席面问安了 可这一张嘴 还是阁老阁老地叫着 全然不见作为自家 直席夫队 长辈的亲密 不禁得 他也板着脸 端了架子出来 阿英垂首听着这蓝氏叔父 语气似是不悦 心道 这是愿他生分嘴不甜了 叔父无需礼让 本就是阿英来迟 礼应恭敬些才是 线下就给您奉茶如 何 则 瞧瞧这好孩子 老朽家的皮猴子 哪有这份孝心 可别气死我就不错 了 阿英见叔父还是不大声 镜子起身 端过一旁婢女 帮她蒸好的清茶 网禁又走了 一步 静止跪在叔父面前 把茶碗高高举起 笑道 叔父 您请用茶 蓝氏叔父瞧着面前的阿英 即使受他冷脸 也依旧不卑不亢 笑脸相迎 就味红 他喝一杯茶 这样心地的孩子 还要从哪里去寻 也算是这儿的福气了 好 快起吧 地上凉 叔父表面平淡的 接过了阿英手上的热茶 郑重地饮了一口 谢叔父 阿英笑了笑 被一旁的蓝湛扶着站起来 自从归宁那日 在寿康宫 跪得过久 以至于膝盖这些天 一直都没太阳好 还有些青涩留存在表皮上 阿英私下捏了捏蓝湛的手腕 表示她无碍 别担心 外面洗面大多用于吃酒 凉菜居多 这里照顾老人家 口味多是热食 殿下也 可再用些 呼得阿英耳边传来一句柔润的昆腹嗓音 还浅人 给她上了一盅银耳雪梨 润肺 阿英文声抬头 就看见一位身着华服紧端的美妇人 神态举止很是得体端庄臣 吻 声音听着约莫江四十多 可面容却未见老太 保养得相当精致 方才怎的 没有雪梨喝 娘真偏心 谢允笑嘻嘻地 从侧门先连进入礼殿 皮红 是你说要去外席吃酒 不喝甜汤的 美妇人称怪 招手换婢女给 她上茶醒醒酒 席上话语刚落 三三也随着婢女的指引 从正门进入礼殿 同殿内长辈见过礼后 便坐在阿英身边 又喝 奇景呀 一模一样的 谢阁老瞧着同阿英 坐在一起的三三 她活这么 大年岁并非头次见着 双生子这样的血脉 只是能如此天人之姿的 昆身双生子 却是头回 瞧见 看来细思成出美人的传言 并非框人 三三冲着谢阁老笑了笑 敬了杯茶 您老多康健 以后骑警瞧得更多呢 谢阁老被三三逗得捧腹大笑 这小殿下施助他健康长寿 多活几年 活得长长久 久吗 这孩子当真有趣 方才有所怠慢 王妃请见谅 阿英给方才同他讲话的美妇人见礼 她静眉 意识到这美妇人是谢狐狸的生物 老安平王的嫡妻 一品告命夫人 无需拘着 以后都是自家人了 阿云也没少去王府叨扰你们 美妇人帮啊 应夹菜 让她试试口味 那是当然 表嫂身边的李姨 那做菜手艺堪称一绝 时常就要去蹭上一顿菜 心满意足 谢允笑着回她母亲的话 可眼神却扫了眼 低头喝着雪梨汤的三三 平日府里也没少着你吃食 静胡闹 方才还要了一席热菜去外面 可是都 进了你的肚子 谢母爷于 这孩子这些年 除了戍边卫国 就是朝堂边防兵不行不这类 的公差 若挂好些年了 也不见能定下心 寻个知心地伴着 成日花天酒地的瞎折腾 真 是让她操碎了心 三三略微心虚 那几盘热菜 差不多都让她霍霍了 连她兄长都没吃几口 谢美美 净挑的是她心仪的菜色 现下一盘子手包虾仁 全在她肚子里 和这雪梨一起遨游呢 阿英笑着 给三三加了块山楂糕 让她消消食 方才那些热菜 多一半都是三三喜 欢得 可见谢虎里私下 做足了功课 怎不见多吃点 蓝湛见阿英没吃几口 就放下筷子 饱了 阿英笑着摇头 闲了再找个医师 调调脾胃 怎吃得比老朽还少些 菜色吃得还都这么俗 敬 谢阁老打去 您放心 最近都瞧着 蓝湛点头 蓝湛点头 您老当义壮 谁可比你 谢阳笑着给她祖父敬酒 这皮猴赶紧学学人家蓝湛 娶个会疼人的媳妇 能在家天天抽着你 要 不非得接瓦翻天了 谢阁老瞧着自家亲孙孙 也是堂堂天前一表人才 这嘴怎就不 招人待见呢 蓝湿叔父默默品茶 暗想这些老头心里又打啥算盘呢 嘿 您老这是将我比做陀螺吗 就缺根鞭子抽 谢阳笑着喝酒 抬手镜 乐蓝湛一杯 确实需要多多向表哥学习 毕竟这双生兄弟俩 空心射破 都是一把好手 他们要把人瞪平报服贴了 可是难着呢 毛驴也需要皮鞭的 三三轻声刀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阁老被逗得开怀大笑 连带着谢母都在一旁用怕 紫言嘴乐 阿英也被逗得低头抿嘴笑 捉下伸手去戳三三 这个小辣椒 这个有些古灵 精怪的 不留神 被三三一把捏住脑手心 蓝湛挑眉回敬了谢云一杯 谢阁老说的没错 是欠抽 浮在堂前人在展 笑谈欢聚喜洋洋 谢阴边喝酒边吟湿 一服惬意自在 咱老的给小的门空空地方 让他们自己玩去 咱后面喝茶想清静 再来盘 起 谢阁老扶扶胡子 乐呵呵提议 众人还没来及起身回应谢老的提议 便听见坑枪有力的女子 嗓音有远及尽传 来 虚余间一股子盛气凌人 气势磅礴的信箱微压向四处弥漫开来 惊得外袭一些处 次参加宗室宴会的门法子弟们纷纷躲避 我说呢 今日怎的这般热闹 原来蓝 谢两家全都在呢 三三呼得有些心神不宁 与一旁阿英低声而语 这声音听着像是 是了 今日这样大型的宗室宴会 怎会没有梅山于事的人到场呢 怪不得方才在 外袭的时候 一个都没瞧见 原来是姗姗来迟了 若她来了 她今日也来了吗 蓝湛见阿英面色凝滞 伸手握住阿英微凉的手 把人稍稍往自己怀里护着 于三娘 许久未见 还是那么大的气势啊 谢阁老也高声回应 嗓音洪亮 气息绵长